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播甜甜 大家好 我是主播安安 首先第一則新聞是全才音樂職人 將作家長達一年多的製作期推出了新的專輯 RGB 天生有色弱的他卻以此衍生出三原色的概念 把他眼中所看見的顏色都變成了音樂符號 歌曲分成三個EP R Red又代表Romance G Green又代表Groove B Blue又代表了Blossom 沒錯 不同曲風也各分成三個不同的篇章 特別的是在其中還有一個彩蛋 講作家脫落只要講專輯中RGB三首單曲 同時播放就能找到隱藏在專輯中的音樂線索喔 真的十分有創意也很有巧思 大家趕快聽起來一起找出隱藏線索 接下來準備要印象新年假期 每到新年期間天氣都越來越冷 娛樂關鍵字在這裡貼心準備了暖男語錄 讓大家天氣冷也能暖暖的過好年 安安 天氣冷你記得穿少一點 多喝冰水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感冒才有機會照顧你 可是這樣我會感冒耶 安安 嗯 你腿這麼短就讓我安心了 什麼意思 因為這樣子就蓋那個棉被可以蓋到你的腳啊 這樣比較安心 在新的一年 許多歌手都強勢出擊 創作歌手黃毅如 睽違了三年 終於推出了第二張創作專輯 《青空》 這次除了《青空》的創作 黃毅如也為影機版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還有《勇者動畫》系列兩聲創作歌曲 出道至今 他就已經有超過上百場的演出經歷 這次真的從林家大男孩 蛻變成一個完整度更高的音樂創作人 實在令人期待 黃毅如在樂檔上能有更多更亮眼的表現 以上就是今天的娛樂新聞 我們把鏡頭交給棚內 我該 我用你的寂寞 說開 我嘴裡的所有 說開 要算我們話有多慢 哦 拆穿 用不了幾秒鐘 解開 我嘴裡的所有 我還要享受你的故意 就算我快沒力氣呼吸 要怎麼說 I know nothing about is you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o you 無法轉作 不在意 我想要證明 哦 影子重疊的我們 記憶的回答 等待著第二個體溫 哦 It's you 謝謝 明星們的小秘密都在 娛樂關鍵室 大家好 我是 跟來賓穿一模一樣衣服的豐田 大家好 我是昨天吃了三個蛋糕的小安 哇 大家好 我是昨天吃了很多辣雞吃的師辰 大家好 我是今天吃了兩個便當而水種的宇宙 好多喔 我真的吃了兩個 冬天好容易餓喔 冬天真的很容易餓對不對 真的 啊 你們很可惜了 今天的來賓呢 是兩個帥哥 你們賺太少了 你們賺太少了 胖胖的啊 對不對 完蛋了 一起 不好意思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比杯上更悲善的故事的影集版 有 它裡面的那個插曲 是今天的來賓做的 真的嗎 對 另外一位也是 幫很多歌手做過作曲跟作詞 而且他是一個DJ 電台DJ 好 那我們好好介紹他們好不好 好的 歡迎今天的來賓 DJ 蔣作家跟黃毅如 大家好 我是JJ 蔣作家 然後很開心帶來一張 我睽違四年的最新專輯 叫做RGB 然後已經正式發行了 所以呢 大家趕快去聽 然後好好來支持一下喔 然後我今天帶四張單 就是要送給這四位很優秀的主持人 來一人一張 謝謝 謝謝JJ 請多多指教 希望你們喜歡請多指教 謝謝 謝謝 掉了什麼 你們是一個 等一下好好討論 等一下好好討論 我不小心撿到這個 好 沒問題 好 易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易如 今天不小心跟風天唱歌 一模一樣 怎麼會這樣子 日系 日系 真的日本人跟假的日本人 我是真的 好像反人 好像反人 好巧喔 私下有偷偷組團嗎 沒有 然後今天我也帶了我在 也是其實就 這真的很有緣分 就是我跟佐嘉是同一間 發行專輯 我們說是在去年12月28號 對 然後這張專輯叫做 清空是我第二張的創作專輯 對 然後今天也要送給 哇 對 謝謝小安 謝謝 謝謝你 好帥喔 謝謝 謝謝 對 謝謝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謝謝 很開心 哇 直接他們 宣傳掉他們的東西了 那就沒得訪問了 要結束了 也不是這個意思 等一下 好好討論這個 好啊 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的關鍵字 三原色 喔 這個是不是GJ的那個專輯有關係 對 沒錯 因為我這張專輯其實叫RGB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RGB就是 顏色裡面的3 primary color 就是三原色嘛對不對 有紅色 綠色還有藍色 對 沒錯 沒錯 那我去年其實分別從我的EP從RGB開始發想 然後呢 就帶來這張合併在一起就是RGB 因為其實我 我天生其實是色弱 我對顏色不是很敏感 像今天兩位穿得像雙胞胎的兩位 你們身上顏色對我來講就很複雜 複雜? 對 對我來講你們身上像你的褲子顏色這些 就是我比較難辨識 對我來講它有點像是灰色 就是有點灰色有點 看起來髒髒的這樣 對 棕色複色 不是 不是要講 對就是 就是這有點灰色棕色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後來發 對 後來我發現其實我是紅色跟 棕色那種交替的有一種層次 我是看不清楚 那就在發想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自己想說其實 音樂也有分很多種類 然後它也分很多不同的曲風 那想說顏色可以拆開 也可以合併在一起變成不同的顏色 那音樂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呢就發想了RGB三個 不同EP裡面收錄不同樣的曲風 代表他們顏色的作品 喔是這樣子 對沒錯 然後你剛剛 對我剛剛 剛剛不小心他說他撿到一個東西 其實不是你撿到的 這是我專輯的一部分 哈哈哈哈 這是他裡面 掉下來 但是這也是你剛好掉出來 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這也是重點的東西 因為在這次的裝蒸設計裡面 跟我的設計師他們也有討論 然後我的團隊也是發想 那居然我看出來的世界是色弱的世界的話 那也讓大家來體驗一下 其實你看這個 譬如說這兩個字 其實你很模糊 你看不清楚對不對 其實這是EY 這是一首歌歌名 只要你把這個濾鏡放上去 喔已經變EY了 對對對 然後呢 還有還有一些 譬如說像這個 他這首歌叫G 可是 放上去之後 就直接說 就明顯了 下面的歌詞是亂碼 對不對 歌詞是亂碼 然後帶上濾鏡 真的耶 這個好好玩 對所以呢 就把音樂的概念 RGB跟顏色 全部聽覺跟視覺 全部放在一起了 完美結合 啊 厲害厲害 對對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買了這張專輯 可以自己來玩玩看 再好好玩 那最主要是聽歌啦 歌曲都很好聽 都我寫的 所以 我很好奇 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那個 有色 喔好問題 其實我小時候 我還記得我的外婆給我玩 就是小朋友玩那些玩具啊 鑰匙都是那些塑膠做的 然後他就是不同的五顏六色那些 然後他一直跟我說 這個是什麼顏色 那是什麼顏色 然後我就是分辨不出來 然後我還記得我外婆跟我媽媽說 他說 嗯 你兒子好像這邊 有點有點怪怪的喔 其實 還小朋友不 不是我記憶力不好 分不清顏色 而是我真的是色弱 那 我還記得可能到了差不多 九歲十歲的時候 去做 全身的 身體檢查 可能視力啊什麼 然後醫生就給我看那個色卡 色板 就是有一點一點的 對 通常的大家看到的話 上面會有數字嘛 正常比如說 寫2就是2 可是我看出來可能是8 然後再翻一頁 別人比如說看出來是1 我看出來是另外數字 然後醫生就會記錄下來 他到最後 他有寫說 如果這個人看出來是這樣 這樣的數字的話 他是屬於偏向於哪一類的色弱 然後那個時候 對 我才發現 奇怪怪不得我小時候 在幼稚園的時候 人家小朋友畫畫 用蠟筆畫 加太陽 小河 我畫出來太陽 是螢光綠的 我的天空是紫色的 螢光綠 你畫出來的 對對對 然後老師也說 嗯 怎麼卓家好像這個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不是 其實我真的是 我的視追細胞可能 就天生看出來某些顏色 是不是 看 對 我的世界是彩色 大家不要誤會 是彩色的 所以你的太陽真的是螢光綠嗎 沒有 是我在選蠟筆的時候 我以為它是黃色的 喔 原來如此 對對對 我知道太陽應該是黃色的 天空應該是藍的 嗯 對 就是這書上都有寫嘛 但是我自己去挑顏色的時候 就挑錯了 喔 這很酷 太相近的顏色沒辦法判別 對 因為太亮了 或者是它 就是飽和度太亮的時候 我很難分辨 螢光色 其實很多 很多藝術家或者是 設計師都是有那個 色弱 色弱是不是 男生特別多 女生好像就比較少 對 男生聽說好像一百個裡面 至少有可能有 真的 就是男生比較不會挑口紅的顏色 今天小人就唇色 真的 一樣的 一樣的 像唇色就 對我來講真的還蠻分辨 很奇怪 就是紅色有分很多種 喔 是喔 對啊 所以就想說 跟同事開會的時候想說 這是我天生的 視覺上面可能 上帝沒有給了我很 怎麼講 辨識度很好 很感官很強 但是他給了我很好的聽力 給了我做音樂的能 所以就想說 那我們就把這個 放進我的專輯 讓它好好的 成為專輯的概念 哇 這很酷 感覺上帝抽掉了你一點東西 又多給了你一點東西 多給了我一些 對沒錯沒錯沒錯 那你把你自己歸類在哪一個顏色 我自己嗎 對 我以顏色來區分的話 如果是以這三個來講的話 我喜歡藍色 藍色 然後怎麼說 因為藍色給你的感覺是很 開闊 就是藍天 白雲的感覺 然後大海也是藍色 然後宇宙你看出去的時候 我覺得藍就是一種 充滿想像 然後有種對未來的期待的感覺 對 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你平常日常生活有沒有因為 這樣子稍微有一點色落 有一點 比如說開車啊 不是我們開車的 就是考駕照的時候 都要去看顏色 當然 紅綠燈 紅綠燈我OK 我可以開車 但是如果你說在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的話 以前像買衣服 我就不太敢去挑 顏色很多的衣服 所以我通常以前穿的話 就是黑白繪 聽說你為了創作音樂 你把兩年的時間都把自己關在家裡面 對 其實我本身就蠻宅的 那當然就是因為要做這張專輯 其實這張跟上一張距離 相隔四年了嘛 那我做完上一張之後呢 就想要自己沈澱一下 然後把自己關在家裡 做一件事就是 現在因為網路上面可以 有很多的課程可以學 那我就上網去訂閱了很多 國外的一些製作人的 還有編曲人的一些大師 Master class這樣子 然後訂閱他們 然後他們就是 不定時都會更新一些素材 然後你就可以去學製作 編曲混音 所以這張專輯當中 其實一共是十三首歌曲 那除了找來兩 兩首歌曲是找來兩位不同製作人 包括陳山寧老師 有幫我製作一首歌 其他十一首歌 從詞曲啊編啊 特別是連混音的部分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完成 哇 那我 我們剛剛有看到就是 用色片在看的時候 有看到一首歌叫 EY 啊對對對 那是什麼意思啊 EY什麼意思 就是意外就是網路用語 喔意外 對 當時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因為是陳山寧老師 他在填完詞時候 他才告訴我的 對 那他就跟我說 欸我說 老師 他說 這是聽上去像什麼 意外 他說這是網路用語 老師走在很前面 好酷喔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玩個小遊戲 真的嗎 好欸 我們猜猜王路用語的正確反應 第一個是 郭P4 郭P4 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常看到欸 該不會是 你同學 其實我覺得蠻可能 我知道 什麼 對 光P4 中文不好 對 細碼了解 你很強欸 是這樣子喔 郭P4 郭P4 有嗎 D4啊 是啊 你們會這樣講喔 對啊我看 有一些人都這樣講 你太老了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我也不知道欸 大早搭完 大早搭完 大早應該 大早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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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搭完 大家搭完 對耶 就是大家搭完 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口齒不清 對啊 大早 大早 菇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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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菇妹嗎 菇妹 不是 沒有人猜的 搜尋 你Google了沒有 你搜尋了沒有 真的嗎 你自己查嘛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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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oogle Map 的意思 Google Map Google Map 差一點 差一點 現在的年輕人 就是越來越懶得講話了 Google Map Google Map 有沒有Google Map Google Map 對 好酷喔 這蠻有趣的 這是什麼 Stop 那就是停止啊 對不對 對 Stop 對啊 Stop 這蠻可愛的 這個很可愛 海嘯 海嘯是 海嘯 海嘯 你還笑 你還笑什麼笑 不是不是 蠻具咧 蠻具是 海嘯去關心他啦 海嘯 還想要 對 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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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能理解 為什麼是 抓到邏輯 黏在一起講話的邏輯 對 還是要 對 還是要 最後一個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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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耶 酷的意思 怎麼外國的意思答對了 怎麼外國的意思答對了 外國的意思就可以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的意思 這蠻有趣的 今天學到了 我們可以學習一個關鍵字 飛散青空 這個青空就是那個 藝魯的 我的專輯 你的程度 可以介紹一下嗎 大概 可以啊 其實因為在這兩三年 裡面就是不斷在創作 然後就完成了 這張青空的專輯 對 我覺得好像大概 比較主要的概念 其實是 有點想要告別青春的時候 大家會有的心情 這樣子 對 那在青空 就是當初想到這個名字 是因為 我看到很漂亮的藍天的時候 我也想到 曾經也看過這麼漂亮的藍天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自己卻不一樣 對 所以它有點意象似的 然後再講述說 也許我跟青空很遠 但是它其實一直都在我身邊 這樣子 對 所以環境啊 什麼自己都變了之後 看的東西是一樣 但是 其實還是有自己的青春 一直在帶著走的 大概是這樣子 而且你是從 從那個 街頭藝人 對 開始對不對 後來被那個 午夜天的製作人 對 呈現了很棒 是這樣子 哇 真的是飛上 飛上青空了 飛上青空 我們之前聊到就是街頭藝人的 那個 那個 對 沒有 很多 很多光怪陸禮的事情 就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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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怪人 怪人 對 會故意 你在演奏的時候 就在你旁邊跳舞 真的 這個OK吧 開心吧 這個還好 跟在一起 對 但會大跳大唱都有 就是熱舞 喝醉什麼 對 會這樣子嗎 就是你 你唱抒情歌 然後在旁邊跳 我好像還沒遇過那麼酷的 對 好像還沒遇過那麼酷 比較都是 可能是 譬如說上來跳 太極啊 還是什麼的 打太極 沒有 我曾經在外面表演過 然後我唱抒情歌 不是 我唱搖滾歌 然後結果 他在前面給我跳國標 我看不懂 真的 有沒有遇過什麼 你覺得最辛酸的時候 我記得還有一次 比較辛酸的是 好像唱了 唱了一陣子 然後快要走的時候 突然有一輛車 從前面過去 然後把那個 錢箱壓碎 真的 就壓碎 然後我就 整個就傻眼 然後他就下車 然後就 啊 不好意思 然後就回去了 就走了 就這樣子 對 就是遇過很多奇奇怪怪的 是 下一個關鍵 醉請表演歌手 喔 這個是不是剛剛 講到 易如出道 OK 三年多 四年 很多 就是 因為可能就是新人時期 應該其實 我覺得也是 就是我們都會 去唱很多演出 那剛好就是因為 我公司 呃 五月天嘛 就是五月天 也是相信 所以他們有給我們很多的 有一個機會去歷練 去唱校園啊 或者是像剛剛 風典提到的 演唱會開場 就是很 那個 很沉那個師兄們的照顧 這樣子 對 就是有唱非常多的演出 其實你剛剛講那個 我覺得這對很多人來說 是不太公平的 因為很少新人 就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去很多地方演出 對 所以你才生氣了 我不開心 他大概就是 這處在一個狀態 每次來就生氣 對 新人的時候 想當初 每個月都沒有表演 真的 一個月一場 不過也是很刺激啊 因為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 因為2018年 那個時候發第一張 然後好像三天 出到幾天啊 九天 的時候就去 上海 然後去 五月天的演唱會 開一場 哇 然後台下那個 但是你知道 你回歸想到 新人的那個時候 其實蠻 你說台下人 都在做這自己的事情 對 然後 但是還是會怕啊 因為台上人很多嘛 然後 然後就是很 手抖著 把他唱完 這樣子 壓力很大 對壓力很大 然後 對我覺得是有點 震撼教育的感覺 但是那個就是 很受用 就會覺得是很寶貴的 就經過了之後 疑惑的事情都 對 都覺得好像都可以了 哇 好厲害的表演經驗 對 那現在 一起越來越 就是 好起來了嘛 那你們 就可以表演的機會 越來越多 近期的目標 比如說 像巨蛋 之類的 嗯 我是剛剛在1月16號 在那個後台 Backstage Cafe 舉辦一場 就是我的新歌的音樂會 那 真的很希望就是 就是從現在開始起 疫情可以越來越 就是趕快離開我們 然後 因為對我 像去年年底 然後我在成品 包括是在桃園 也唱了幾場演出 然後就覺得 突然之間可以 台下有觀眾 你站在台上 唱自己的歌 那是一種很感恩的 心情 像以前可能 我們就覺得說 那是理所當然 那是應該的 然後我們就唱歌 台下就是有觀眾 那現在其實 要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其實也已經很難得了 對 我有同樣的感覺 對 希望今年可以有 很多機會的表演 那會 除了唱歌之外 會想要挑戰其他 東西嗎 比如說演戲啊 或者是 其實我 因為入行當DJ 電台DJ已經是 快六年了 那其實我剛開始 做DJ的時候 我真的是 不會講話 我不會 我很不敢開麥 我就想要介紹完歌之後 就播歌 那這對我來講 已經是 放下我的五包 已經算是 有成長了 對對對 那接下來如果像是 我覺得 演戲這個部分 我不排斥啦 因為之前其實 拍MV的時候 多少有一點點的經驗 然後演著演著 其實我覺得好像 蠻好玩的 特別是可以演 譬如說是在 跟你日常生活人設 不太一樣的 還是像什麼殺手啊 對對對 對 就是很不一樣 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我覺得那是蠻好玩 可以去挑戰看看 對 那一輪呢 想要挑戰什麼 我之前其實蠻想試試看 就是跳舞的 但是跳舞 對我來講太難 就是我之前都沒有 我也同感 沒關係 你也是嗎 智障 是不是 對啊 對 但演戲也蠻好玩的 但是新的一年我覺得應該還是 因為 畢竟發了專輯嘛 也是跟想要跟作家一樣 就是開自己的專場的演唱會 音樂會 希望可以把就是專輯 就是live的呈現給大家 那些也是蠻好玩的 對 對 你講到跳舞 是不是表演的時候 你需要肢體的一個 因為我曾經是男團 我知道 然後也有游過就是一個人唱歌 那時候我也是不會跳舞的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身體要怎麼擺 就這樣唱 同手同小 對對對 但是很多歌手都很自然嘛 真的 就會 就會 你那麼費玉琴 很自然嘛 他們都很自在 這個是不是 有跳舞是不是有幫助啊 我覺得有耶 就是放鬆那個 有的時候不一定是一定要很厲害的舞步吧 但有時候就是你身體比較放鬆 那個肢體的那個協調性 是還蠻幫助的 真的 對 所以要跳舞 我覺得 其實對我們來講 因為憶榮也是跟我一樣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拿吉他創作 對 然後我以前都是玩樂團 然後彈吉他 就是要我把這個很有安全感的東西拿掉 然後只拿麥唱歌 我覺得 對我來講很大的挑戰 所以像 比如說像這張專輯裡面 有很多歌 因為我走R&B路線 然後又有些像EY那首歌 就是比較復古FunkyDisco的感覺 那個就是我承諾我的歌迷說 我在台上一定要有律動感 對啊你表演的時候 其實我偷偷就在家裡面 在工作室的幫 播那個 看著鏡子 對在練 怎麼律動感 其實我第一次唱EY 我在台上真的很緊張 對 然後但是後來去看 就是那個replay的時候 還好 還蠻帥的 那個律動跟著音樂 對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可以拿掉吉他 剛剛講到你到現在也是電台DJ 對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個關鍵字 好 俏班DJ 俏班 對 就是我 因為這是我主持節目時段的名稱 因為我們電台每個時段有不同DJ名稱 耐玩DJ 活力DJ 像娃娃 魏如璇 他就是歐夜DJ 那我剛好是中午的時段 然後我的時段就叫做 翹班 喔 是中午休息的時段嗎 偷偷來聽的 對 就是有這個概念 大家可能吃完午餐 辦公室 偷偷來聽一下 翹班一下 來聽一下這樣子 可愛 那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不錯的DJ 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心 因為畢竟我覺得說 雖然是六年了 但跟我的前輩比起來 我還入行其實時間不算很久 但對我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很懂得播 一定要很懂得播歌 選歌很重要 選歌 當然我覺得這是DJ的一定是關鍵 不一定是口條要講話很厲害 但是你一定是要會播歌 因為像我以前 我總是可能在我的歌單裡面 放的所有的歌 都是給我自己聽的 譬如說我那個時候 很喜歡搖滾樂 就是Full of Rock 就是全部都是搖滾 可是我不能把那樣子的概念 放在我自己節目上面 因為人家翹班的時候 來聽一下 你是喝點咖啡 吃午餐的時候 要放鬆一下 然後我就記得我入行的 第一個禮拜 我有那一天 我就全部歌單 全部都是Rock 然後我就收到私訊 就是你真的喜歡的 對 我就收到私訊 這位DJ 我雖然很喜歡你的歌單 不會 可是太吵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原來不應該把這個概念 帶到我的工作裡面 那是我私底下歌單 我愛怎麼聽怎麼聽 但是要懂的就是 作為DJ 你現在也是服務業 你要讓所有在聽電台的人 都可以聽到好聽音樂 不同的種類 不同的安排 然後不同的介紹 我覺得那應該就是基本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我跟豐田 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來學習 怎麼樣跟你當DJ 喔 所以我們要扮演 我們要扮演DJ的角色 但是我們今天是賣東西的DJ 我要怎麼玩 我們今天是賣東西 對 賣什麼 你們會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買 CD 專輯嗎 專輯 對 好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這個 風詩電台 我是風詩電台的詩程 我是風田 好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賣一些商品 專門製你們身上的風詩 對 沒錯 要是有哪裡不舒服 都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會用音樂來療癒你們的心 對 讓你舒服舒服 好 那我們就有請 第一位Call in的來賓 RING M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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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風田 你是誰 我是那個GJ GJ 哈囉 你好 我最近有點風詩的症狀 有 耳朵不舒服 耳朵不舒服 需要一些好聽的音樂 去治療我的風詩 那就交給我 這邊呢 有一個 那個歌手叫 黃毅如 他的 黃毅如 他的新專輯叫 清空 清空是什麼顏色 藍色香 Blue Sky Blue Sky 好 收收收 收收 Blue Sky 這個讓你很舒服 你的耳朵 耳朵 懷孕 裡面有十一首歌 這麼多 才三百塊 才三百塊 要嗎 四百塊 四百塊 我都要喊價錢 賣太便宜了 他自己幫你打折 是四百塊 沒關係 我付三百 他十一百五 你賣十萬張 你要倒貼多少 四百五 我要二十張 二十張 我要送給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他們都跟我一樣 要被清空 太好了那就賣你兩百塊 兩百塊 你要倒貼是不是 我再要二十張 兩百 我們這個產品賣得非常好 好難喔 換你了 換你了 下一通電話吧 喂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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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是 絲絲 對我們這邊是風絲電台 我叫絲誠 你好 絲誠 你好 今天是想要來買我們的商品嗎 我最近好像聽說有一個很厲害的歌手 叫G什麼 GJ G GD G GD GD 我們這邊 正好 正好就是 蔣卓家 好不好 蔣卓家 對 這是發行了一首新歌 他出一個新的專輯叫 RGB RGB 是什麼 什麼意思 其實他就是 把三原色放在他的那個專輯裡面 YouTube那個三原嗎 我知道 不是 三原 那個三原不一樣 不一樣 那個講日文的 我們這邊不講日文 不講日文 不講日文 所以是三 你說三原色 三原是紅藍綠 把這個 因為 因為本身呢 他其實有點色弱 但是他把這個元素 變成他的歌曲 單曲裡面的想法 沒關係 如果 GJ講卓家 色弱 那我就來矯正他的顏色 喔 喔 喔 你真的好棒喔 等一下 你需要你這種結本啦 OK OK 那請問 你想要買幾張來治療 他的生肋 等一下 450 我不要講 另外450 不要亂喊價錢 那就來個30張吧 好 接下來三原色 30張嗎 33張 33張 33張好了 你買的蠻多的耶 那我們就算你45好了 沒有 不行這個樣子 對 不行這個樣子 成交 比較高喔 那 那結帳的部分 你就跟那個 豐田算 結帳的部分跟豐田算嗎 對對對 現在你跟他很熟 先會我 對對對 我的帳號44772 中環 不要逼出來好不好 OK 好難喔 好難喔 我覺得我不會賣東西耶 你都不會賣藥耶 都不會賣藥 那就知道了 當DJ很難啦 超難的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關鍵字 最快的男人 這個是不是丟臉啊 最快的男人 這是誰 誰 誰那麼亂 J 不要誤會 不要亂想 好嗎 只有你們在那邊亂想亂猜 跑得快啊 寫歌寫得很誇 寫歌 動作快 對 我身為一個製作人 對 因為很多每次都是 欸 可不可以下禮拜 就幫我弄一個一首歌這樣 之類的 像作家一樣敢高敢見 對或者是電影啊 之類的 就是可能 馬上看那個腳本 或者是看了一部分的劇情 就是馬上要把那個歌曲寫出來 其實提到這一塊 我幫別人寫歌 通常真的都很快 但是幫自己寫歌的時候 就很龜毛 然後可以做很久 像我這張 就這樣做了四年 可是幫別人寫歌 通常就是可能 別人給了我一個reference 看了腳本 看了影片 聽了一些歌曲 然後馬上就可以寫 對 我也不知道誰幫我取這個名字了 最快的男人 寫 前面拜託幫我加寫歌 好不好 寫歌最快的男人 夜間 最快的男人 也不會 音樂界 音樂界 音樂界最快 音樂界寫歌最快 寫歌 製作最快 真的是 寫歌最快的男人 對 了解 好 那曾經最快的紀錄 寫歌最快的紀錄 寫歌最快的紀錄 我剛剛也有點 嗯 confused 寫歌 寫歌最快可能 三分鐘吧 三分鐘吧 真的真的真的 真假很快 越瞄越黑了 越瞄越黑了 三分鐘 好快 就很 我告訴哪一首好了 2am calls 這首是我跟一個印尼的R&B女歌手 也是我第一次男女合唱一首英文歌 然後當決定要跟他一起合作當下 然後回去拿吉他 馬上刷下來第一個chord 就寫出這首歌 哇 這麼迅速 對 可能就是因為 有時候 已經知道要跟誰合作 然後曲風是走哪樣子的曲風 然後當他就很確定 就腦袋裡面有一些想法 然後可能你彈那個chord也是 可能有部分原因是lucky 就剛好很巧合 天使地利人 對 就是你知道 你也知道就是 彈吉他的時候 刷到幾個chord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些旋律的想法 對 下一個是這個這樣 然後就寫出來了 所以就很快 這樣 天生 好快 音樂人 有感覺就對了 對 一如呢 最快的時候 最快的時候 我真的很慢 不要 不要 你們好灰虎黑喔 沒有 我剛剛都在想 我這樣講是不是有點奇怪 但是因為我 好像都是蠻需要時間 來寫歌的 尤其是我寫詞 是真的很慢 但歌曲的話還算快 對 有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 也許半小時可以寫完一小時 對 但我通常是步調比較慢 差不多啦 我們要進行遊戲歡節 我們要玩的是 看一下 我們要玩的是 肥鳥上金空 耶 肥鳥上金空 耶 分隊即時競賽 一隊各派一人負責一項關卡 第一位完成關卡後 接力給下一位 最快完成全部關卡任務的 隊伍者獲勝 耶 A隊是宇宙師城 還有GJ YES 這關懲罰是什麼 跳繩 這個懲罰是跳繩的 所以你們要加油 好 好的 你們已經分配好了 那我們就要 來吧好不好 好啊 準備好了嗎 稍微不能碰對不對 我們都還不能 我們要等你 計時 我先嗎 我是第一關了 對對對 什麼啊 我第一關了 上穩啦 有厲害有厲害 慢慢來 那怎麼辦 你幫我剪一下 好厲害喔 你這筷子 用的很漂亮 平常很會吃啊 今天吃兩個便當 可惡 筷子用得很好 夾菜夾得特別好 我吃超快的耶 不要耿擾我 等一下 20秒囉 啊啊啊啊啊 幫我剪一下資誠 幫我剪一下 筷子OK嗎 這個真的有點難夾 因為它表面真的很滑耶 對不起 你已經蠻厲害了 女生 換真是我連顏色都看不出來 等一下 你想要哪個 快快快快快 快快 請幫我快轉 快快 按按機 這顆怎麼這樣 你說快完成了 我吃起來別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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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挖什麼 挖什麼 很厲害 挖什麼 挖什麼 我吃起來 雞 兩個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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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做這種平衡的事情 好強好強 十個 好強 厲害厲害 五個 五個 到目前沒有失敗喔 真的 該不會一次就過了 六個 六個 哇 這可以街頭賣藝了 金教生在哪裡 金教生 金教生 好強好強 哇 最後一個 哇 安靜安靜安靜啊 我成功了就叫 啊 暫停 幾分 一分五十三秒 我找到我人生的特殊才藝啊 你跳展還厲害 真的 你跳展還厲害 很厲害 高手交換 現在輪到封田主 耶 我們已經分配好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預備 小安加油 開始 其實穩就好 有有有 其實穩就好 我覺得你不用擠 對 慢慢的 不要失敗比較重要 對不對 慢慢加個音 有時候真的會咕嚕咕嚕的 小安好穩喔 很穩耶 穩耶 小安跟喝水一樣耶 真的 會吃 小安更會吃了 我更會吃 你昨天吃蛋糕應該用筷子吃吧 對不對 用得很好耶 筷子吃蛋糕對不對 哇 厲害 沒有時間開玩笑 好慌了 我想要慌了 好對不對 被我們說中了 我告訴你 那一顆會跑 我跟你講 慌了 我跟你講就一顆 還是紅色特別滑 特別調皮 你昨天吃蛋糕不止三個 吃更多是不是 最後一顆了 調皮我跟你講 最後一顆最調皮 我幹嘛欺負隊友啊 最後一顆最調皮 上面抹油了 最後一顆慌了 有 有 有 好 加油 加油 有有有 快要快要 順順順 會不會就敗給風田呢 平常有在餐廳打工喔 可以 可以 有 很強耶 風田 風田竟然用主手 風田不要急 蠻厲害的耶 風田會抓耶 還有講 風田嗎 我偷偷練嗎 我覺得有難度的這邊 喔 加油加油 重來了 重來 第一位 是第一位嗎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欸你很厲害耶 真的嗎 謝謝 穩啊 有 厲害厲害 哇 五到六就難了 真的 不容易啊 喔 喔 要快要快 啊 啊 你慢一點 你慢一點 穩定一點 可以的 這個不容易耶 這個不容易 算了啦 你這是一種才能表演 我放棄 打快 不可以放棄 打快 不可以放棄 不行啦 你真的超過幾千 我們超過幾千 我們超過幾千 永不放棄 欸你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沒辦法 真的太厲害了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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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獎 沒辦法成功 這沒有太難了 哇賽 怎麼會這個樣子 目前的比數 好 我們隊 1分53 好 15隊 2分25 耶 還沒成功 耶 怎麼會這個樣子啊 我可能再 這麼難喔 我再一次可能就不行了 真的嗎 我覺得我再一次 剛剛自己更不行了 對 剛剛真的就整體 不能停 對 不能錯 差一點 差一點點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真的嗎 真的很厲害 你們以前有玩過這個嗎 沒有 沒有 欸 左手 帥 我覺得你知道為什麼 彈其他 彈其他 好像是有的 彈其他 你看瘋鐵的臉好好笑喔 你跟瘋鐵的臉好好笑 好啦啦 塞塞子啦 我們要接受拳包 誰塞勒 欸 小彎剛剛很慢耶 屁啦 你都沒有承住 你快邊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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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是 欸 可以可以可以 喔 好 好笑喔 好笑喔 等一下要跳 兩下 一人兩下 好 我們要馬上進行下一個遊戲 RGB 推理 好 RGB Bridge 推理 分隊競賽 聽聽這些Bridge 是出自哪一首歌 搶達歌手 歌名並唱出一段 正確隊伍則得一分 好 好 猜歌嘛 對 那我們就知道剛剛的分隊了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請音樂下 誰 這個剪刀石頭布了嗎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答案是什麼 梁靜如的勇氣 恭喜大隊 恭喜 好笑 好笑 有得一分 漂亮 漂亮 繼續 好 好 笑著說愛讓人瘋狂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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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搶 勇氣對不對 我知道了 笑著說愛讓人瘋狂 四個字 四個字 那你就是講嗎 我可以講嗎 好 好 耶 可以 對嘛 因為同隊還是可以講 可以講吧 OK 繼續 我以為我的後退 反覆證明 這分開眼 好熟喔 哇 真的 DJ 快快快 DJ有聽過嗎 告訴我不曉得歌名啊 啊 啊 我自己 我來 孫燕姿的逆功 是嗎 恭喜大隊 我只聽得出來是孫燕姿的 但我們要看 我來看 那瞬間 是怎麼多了 嘗言 你的世界 不了解 OK 可以可以可以 繼續 下一首 啊 可惡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以後別走朋友 朋友不難牽手 OK 喔 對 唱這首歌好奇怪喔 也許故事讓我想的太多 也許該為你的陪我 夢裡的生日 當你的眼睛 迷著笑 當你的歌 當你 當你 王欣凌嗎 耶 我的對方了 我不要裝備機 哎呦 給給給給 這個 突然好想你 你會在那裡 過得快樂或未充 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 好想你 3比3 繼續 啊 啊 啊 他終於的愛你 愛你 可以參加嗎 就這樣愛你愛你愛你 你隨時都要一起 好了 耶 在世的那一天 啊 啊 我只是選擇 我只是選擇 一定很長 像不可以聽一遍 張稍涵的 遺失的美好 哦 我遺失的美好 不小心 當淚滑過嘴角 就有你 放過的手 摸掉 恭喜大家 又平手了 你們的DJ還好嗎 對 我這次很了解歌嗎 給我10支筷子 謝謝 你等一下在那邊 用筷子 用筷子 給我開始 好 下一首 4比4了 大愛琳的 啊 我忘記歌名字了 累的嗎 是嗎 愛要耐心等待 自己尋找 感覺很重要 不需要我 好 只有我們兩個這樣管 算你拉費 那我們唸戴うんKoppj 對的人 對的人 你們兩個很強 好 5比4 我們被逆轉了 先搶 誰 engo不相信 你知道嗎 我先搶了 顏心等 答案底是你們 是不是都尋常 啦啦啦... 你們不要拔 好不好 沒有人會罵的 再靠近一點點 我就會牽收 再勇敢一點點 我就跟你走 耶! 歡迎大家 策略策略 我先做一下 我先搶 我先搶 你有答案你就直接搶 平手 太快了吧 我知道這首歌 太陽 我只想做你的彩虹 你的彩虹 邱鎮澤 太陽 耶! 公布整齊 師承隊六分 師承好爽 師承超開心的 我終於輸了 再也不是聽說被放了 終於不是落放 對 不是猜哥被放 這他們的懲罰嗎 對 他們的懲罰 請收 請收 這個是 小安已經用盡全力了 這個是 這是什麼啊 太空人 動物專家 穿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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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綿寶寶 美睡寶的DJ 美睡寶的DJ 這是語言 這是語言 美睡寶的DJ 你的服裝 我的服裝是 很忙的人 很忙的人 沒有穿好什麼的 就穿到一半 裸上身是不是 裸上身 好 裸上身 我們進行懲罰 耶 我是胡迪 我是牧羊女 我是巴斯 有 巴斯衣術 寶貝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來跳跳跳 鞋子裡有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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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鞋子裡有蛇啦 你不要這樣 我看一下 不要啊 真的有蛇啊 蛇不是在這裡 蛇在別的地方 蛇在別的地方 我們要來跳跳的 我不小心 欸你們要 你們幾下 一人兩下嗎 沒有啊我們總共兩下 我們骰到 四下吧 還是二 二啦 一人一定要體驗嘛 那就來必分 胡迪嘛對不對 我也常跳啊 我也常跳啊 剪刀石頭布 那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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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就兩下啊 哇 真的嗎 就兩下而已 還要變向宇宙浩瀚無影了 是會很痛嗎 蠻痛的 看每個人不一樣 這個是根據你現在的身體狀況 來檢測你的痛感 蠻痛 有熬夜 你可以直接跳到宇宙 好 好像有點後悔 第一步踩上去之後 對 喔有耶 面對 面對 這邊 面對這邊 好 好 等一下真的會痛 哇 所以如果沒有跳過第一下 那一下就不算 對 你一定會跳過 你一定會跳過 你有翅膀 對你會飛起來 你可以飛起來 對 飛起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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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痛 Buzz Lightyear 對啊 好 再來一下 飛起來 好 欸我還沒有看過有人跳這個二連直的這樣 欸你剛剛臭壁喔 臭壁喔等一下 有沒有動 你剛剛從這邊見到嗎 等一下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被我抓到喔 我已經腦筋一片空了 好 再一次再一次 你們帶來個作品好不好 好 一個一個來 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GJ講作家 我的最新的 我的個人的第三張專輯叫做RGB 已經正式發行了 大家趕快去聽 你們所有十三首好聽的歌曲 支持我一下喔 耶 耶 你怎麼沒睡房 我等一下要去放歌 對 你剛剛不是那個健康步道跳一下醒過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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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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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這張叫做清空 對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張專輯 然後也喜歡講作家的專輯 耶 謝謝謝謝謝謝 一起支持一下 他們的重點啊 手跟易如的專輯 謝謝謝謝 謝謝今天的來賓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耶 謝謝 是晚上九點 在Vito還有AM 亞洲新龍娛樂 小鈴鐺開起來 訂閱訂閱 耶 最後我們來聽易如的晉空 晉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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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再回到那片星空 把你星星擁入懷胸 那時候燦爛笑著的我們 會不會有相遇在同一片晴空 嘿 你聽見了嗎 傷癮的聲響 那年的我們 對了聲響 我心許下一樣的願望 人手紅了風 雪浮過寒冬 我們笑腦走過滿天 櫻花又在眼前凹落 啊 那些笑淚焦汁的夢 可你愛過痛過也喊過 過頭就也不曾忘過 一起在風中唱歌 好想再回到那片晴空 把你星星擁入懷胸 我們曾替悟所有的神的仇 卻傻傻的走丟 好想再回到那片晴空 把你星星擁入懷胸 那時候燦爛笑著的我們 會不會有相遇在同一片晴空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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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星星閉上雙眼 一半櫻花又在眼前凹落 啊 能不能讓我 跳躍時空 完成昏夜的晴空 嘗試願意染上眼圈 一起靜靜聽風的歌 好想再回到那片晴空 把你星星擁入懷胸 我們曾替悟所有的神的仇 卻傻傻的走丟 好想再回到那片晴空 把你星星擁入懷胸 那時候燦爛笑著的我們 會不會有相遇在同一片晴空 同一片晴空 同一片晴空 aug日 smooth Zither Harp